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正式讲解科学易经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好像一个中一个西 这两个就没有关系 硬性的拼凑在一起 首先科学啊 在这个时代 是科学的时代 我们无处不在 无时无刻 每一个人都在用它 我们的脑海里面 展现的都是科学的方法理论 它是一种唯物的 是一种通过实验 通过各种方法去验证 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么一个形式上的学问 那科学是怎么来的呢 科学是从日本通过日本传过来的 西方的当时叫Sense 翻译过来叫科学 而Sense是出自于拉丁文的Sentita Sentita的本意是知识跟学问 而现代的科学呢 它不是整合的了 它是分为 有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还有形式科学 所谓社会科学 就是经济学 心理学 就是这些 一个总结定义 定义化的知识 而形式科学呢 现在 对于这个所谓形式科学 它是有争议的 它其中也包括哲学啊 这些东西 抽象化的 从具体事物上升到形而上的 这一种 所以说现在科学对它的 自己本身的定义都不太清楚 这无法定义 那 科学的时代啊 在西方讲十二星座 它是经过大双鱼座时代 三千年 它刚好就是都是零 都是整数 很奇怪 过去 现在是水平座 也就是现在的科学时代 在西方的科学